多砍铁肉多砍铁肉 废好食物 今天就可以下矿了 小妹 你干嘛去上海砍鱼啊 一条鱼都砍不到 就会没氧气了 而且我没有砍鱼 而且海底矿山 海底矿山 真的吗 我去看看 画似还真是个大猎蛊 那里边肯定藏很多不肥的矿石 小妹 你这一次立大功吧 那呢 我先护士龙龙吧 要先你去吃砍肉 没问题 我砍肉 你放心 包着你顿顿去打开 哎呀 还好表面没看到 那骆驼吐空水吐死了 真丢人 沙漠的动物太少了 去用骆驼 换个地方 去水地 这里有温身的鹿和吐死 砍起来相当轻松 不过 才砍了一点 就饿得要命 砍肉肉还不够我补的脑 相当于百砍 哦 我想想以前是怎样 零消耗收集物资的 哦 对对对 想起来 可以利用坐机 跑起来不但零消耗 而且又快就安全 遇到怪物也不怕 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表妹 哎 表妹 用坐机就可以零消耗了 不怕疲劳 夜深了 先回去休息 明早我们就去大猎谷探索去 一大早直闯龙坛 看看虚空版本的大猎谷是不是很富 先不用着急下雪 失误我们还没有烤呢 烤点失误 要是你在这考上 我下虚空可以不可 过去 咋了咋了 有怪 我还以为是虚空怪物 原来是小黄毛 这玩意已经是生存里最菜的怪物了 直接无需它就行 下去挖空去 并没有星光闪闪 款式到处都是 只要零零碎下的星光 就一点点铜铁 就是就是 什么大力 我还以为一堆太鲜好不金啊 就是就是 不一会就到底 最珍贵的就是这块铁 不过问题不大 虚空版本最吸引人 就是有种天然地牢 据说最高级的还有太鲜呢 那看你的汪汪 不用急 先开个透视看看 就在镇上发 赶紧开了过去 不一会就挖到了 小姐让我来让我来 我要开宝箱 不要急 你没看到一堆怪物吗 跟在我们身上没啥猩猩 死掉就要回地面呢 那不要急你先死 阿佩 你先上 我在后面看鞋 阿佩 我在后面帮你守护 哼 还好这个位置不错 可以无伤打怪 这野人还怪好心的 还送我铁斧 铁斧伤害比毛高多了 不一会就看上去了 他怎么才有宝箱 我听说虚空版本 电玩我三个宝箱 你没看到吗 这里才一层 属于一级地牢 最低级的 出一些头 收掉收掉 那我偷尸看了二层的地牢 就在附近 够够够 表现你些事 我去啊 好多怪诶 糟了糟了 还有聚空弹 马羊差点完蛋诶 臭铁铁都怪你 宝箱也没炸没了 真是的 你就不能关心关心一下我吗 宝箱是炸没了 那东西没炸掉 还在上面呢 那还好 相信你没挂掉 这是外星呢 取来的关心 还不如不关心 现在有了铁 就可以做铁稿 开始挖矿去吧 煤矿 铜矿 铁矿 都要多来一点 后天我们就要打水王了 现在逗我呢 我们现在已经容易都没有 打水王不是送水 不不不 我已经发现了神器 能够无伤地激发水王 什么神器这么厉害 你加油挖矿吧 我明天告诉你